董事長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黃委員昭順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昨天晚上 我们国内航空史上第一起罢工事件 终于引爆了 我们在这里要重申一件事 你罢到我罢工 我们支持华航工会所做的决定 我们从华航21号晚上 11点开始 经过95个省 他们的员工投票 取得我们正式合法的罢工权 从那个时候 整整有两天的时间 我们回顾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的行政单位做了什么事 除了劳工部 劳动部以及交通部 各自宣称 我们已经积极协调 但是事实上 我们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看到行政院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借着淘机的淹水 在那里各个诸侯真实大饼 我想真实大饼的吃相 真的非常的难看 健烈欣喜的态度 让我们恶婉 不仅止于是如此 这是第一件 民进党政府所做的事 第二件 他们在做什么事 当前行政院长毛治国在说 他以他过去交通的专业讲 他说淘机是国际竞争 非常重要的一个延续 我们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分食大饼 大家给糖吃 这个对我们未来 在整个飞航上 以及我们进京国际民航 当中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我们看到民进党可以说是火力回击 婚禁合击 全力修理我们的前行政院长毛治国 第三件事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做了派了一位争议非常大 而且被弹劾过 让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仇庸的董事长 到华航去 我要请问行政院 你们如何告诉我们的人民说 你们重视劳工的权益 重视华航的经营 重视我们整个国际民航 未来的发展 所以这两天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可以不断地吃便当 喝下午茶 甚至摸摸头 我要告诉民进党 其实你喝了多少的下午茶 吃了多少的便当 或者是摸了多少的头 都没有办法解决 或者告诉我们人民 说我们整个政策的能力在哪里 只要我们政策的能力 没有办法 谢谢黄委员 下一位 我们请张委员 立善 花园时间三分钟 主席 还有林院长 以及各位官员 各位委员 大家早 国会民主殿堂已经变成一言堂 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 不全力拼经济 耗费时间精神 在全力斗争 浪费民旨民膏 有负众望 本席不反对转型正义 前提是 必须落实公平正义 一视同仁 如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限制76年以前成立的政党 针对性过于明显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针对民国34年到80年之间 发生的事情做处理 促转条例的草案 明定 一 开放政治党案 二 清除威权象征 第三 保存不义以致 四 平复司法不法 这四大目标 民进党定在两年内来完成 原来民进党的目标 是全面执政以后 全面拥有权力的政治斗争 既然是转型正义 为何不纳入原住民的权益 原肯农民的保障 以及日据时代的不公不义 应该要一并处理 这才符合转型正义的宗志 费法容易 定法难 中华民国红十字贵 是台湾退出联合国购 唯一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 就算有不可实意之处 捐款留相不透明等 皆可进行修法 为何一定要废除红十字贵法呢 台湾一定要自费武功吗 民进党全面执政 应该用谦卑的态度 制定完善的这个政策 确实落实执行 才是人民之福 结果呢 民进党却持傲慢的态度 嘴上说 欢迎各位委员发表不同的意见 实际是聪而不闻 听而不见 段宜康 陈其迈如出一策 进行表决的时候 关起沟通的窗口 完全不采纳 不同委员的意见 简直是蛮横无礼 国会号称民主殿堂 是表达不同立场和声音的 最高民意机关 竟然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后 风云变色 从民主殿堂变成一言堂 令人遗憾 谢谢张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政委员天才 发言时间三分钟 书院长 林院长 各部会首长 本院各位同仁 媒体女士先生 今天本席要谈的是 原住民族的生学保障 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 高级中等以上的学校 应保障原住民学生入学及就学的机会 从九十六学年度以前 我们原住民生学高中大学都没有所谓的外加百分之二 这样的一个限制 从九十六学年度开始 改为采取外加百分之二的一个限制的规定 九十五学年度我们看我们的高中的生学的机会 公立学校公立的高中是百分之七十二点零七 私立学校是百分之二十七点九三 也就是七比三的一个比例 到了一百零四学年度 公立高中已经降低到从七十二降低到五十三点八 念私立的从最低的二十七提高到百分之四十六点二零 也就是提高了从九十五到一百零四 我们念私立学校的提高了百分之十九点二七 如果我们看这个大学的部分 一百零四学年度原住民学生就读大专宴校 公私立的学校的比例 公立学校是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四 私立学校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三六 是三比七的比例 对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来讲 它是一个血上加霜 因为原住民的经济本来就比较差 所以相关的这些生学的机会 的一个大大的改变 让我们原住民就读大专学生的出债协力 远远比我们一般的汉人落差高达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一 如果我们从教育程度来看 原汉十五岁以上教育程度的落差 从百分之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九 再再显示这个政策是需要再做检讨 何况这个政策已经实施十年了 希望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教育部 能够将我们原住民生学的一个保障 能够落实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而不应该只是用百分之二这样的一个限制 让我们原住民的生学 让我们原住民在提升教育的一个机会上 大大的受到影响 希望能够增加到外加百分之五 这样的一个规定 谢谢 谢谢 谢谢郑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廖委员国栋 发言时间三分钟 院长各位委员 各位行政官员 本期今天要再次的针对日前刚刚通过的所谓的促转条例 来表达一些看法 刚刚我们听到了前面的委员提到了 真正触转条例 真正触转条例在转型正义这个题目上面事实上我们过去做了非常多包括二八的条例 二八的基金会的设设计 二八的基金会的设计 被当作国有来处理 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处理的 所谓的转型正义的一个题目 但是我们委员会在日前 偏偏仓促地 急迫地 也不再听取其他委员的意见 就仓促地通过了所谓的审查 这个是非常不公不义的一个作为 本书要在这里再次提出 除了所谓的跌床交屋 所谓的开民主刀车 还有所谓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真正可怕的是 这个条例赋予到时候所谓的 副全会也好 原全会也好 给他们一个动用警线 动用警线的一个权利 本习对这样的一个条例的通过 深恐未来 我们过去一直排斥的 甚至批判的警线 是不是要颁失回仇 依据法律 事实上我们警总已经被排除在过去 它是一个过去一个历史的一个产物 但是我们今天在 刚刚通过的这个作传条例里面 却要让它恢复 恢复 我不知道我们执政的民进党 到底想的是什么 到底急的是什么 真正要处理的原住民的议题 偏偏旁落 但是除了旁落之外 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未来这个会 促转会可以指挥警线 我不知道这个权利的来源是什么 这个根本就是法院的事情 不是行政院的事情 谢谢廖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 主席发言时间三分钟 主席苏院长 还有我们各位委员 以及我们林权院长 还有经济委员会的各位首长 蔡英文总统 曾经向全国人民保证 民进党执政之后 将会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但是上任这一个多月来 我们发现民进党完全执政 但是他们这个政府 是非常的蛮横 他们在立法院 他们的民进党的 所主控的国会 也是最霸道的一个国会 因为前天 我们在立法院的司法法制委员会 段一康召委 他在审查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的时候 已经是留给我们立法院 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天 而且是最可耻的记录 因为当时我们立法院的八位 沿住民的委员 跨党派的委员 都希望我们那天能够来审查 沿住民族的一个转型正义 希望还给我们沿住民 土地的历史的等等 还有打猎的自治的 这样一个转型正义 很可惜 我们那天 我们沿住民立委再怎么呼喊 但是呢 段一康召委 民进党 柯总召 完全都没有办法接受 完全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沿住民的呼声听进去 所以 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本席是认为 它是清算国民党的条例 第二个 它是欺压沿住民的条例 第三个 它是蒙骗全国人民的条例 因为这个条例 它的终点是要仇恨 要报复 世界各国的转型正义条例 它们的终点就是要宽恕 要和解 但是很可惜 我们今天所推动的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呢 在民进党 这个多数 这个霸凌 这个主控之下呢 最后呢 还是把它一读通过了 没有办法接受 原住民 国民党 我们这样卑微的这些建议 所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呢 在转型正义方面是转不动的 但是仇恨 报复可能会转得动 我在这里是要呼吁 我们民进党政府 既然执政了 你应该要有这样 雅纳包容的心 来能够接受各政党的建议 因为我们不管是 原住民所推动的支持法 原住民所推动的 反族群歧视法 希望民进党能够 拿出这个诚心 诚意 来能够面对原住民 好好地来谈反族群歧视法 因为公民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业 这边有讲 任何鼓吹民族 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 构成煽动歧视 敌视或强暴者 应以法律禁止之 请支持我们 反族群歧视法 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 欧博发言时间三分钟 主席 苏院长 新内阁本联同仁大家好 台湾正面临 人口老化的长造压力 长期照顾老人需要庞大的裁员 新政府 新内阁 日前 有意提高营业税 以赠与税 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 以增加税收 来筹筹裁员 是主政者 最不需要发挥脑筋的方式 但这种体恤人民不足的加增税收手段 却可能引发民怨 柯正 蒙于虎 史上许多朝代 国家即因为主政者 用度不足 恒征 暴恋 导致江山一首 国家败亡 增加税收 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开言无能 绝度无方 台湾 中小企业 体质极佳 经营者大家 拼搏图存 事业增尖日上 但反观 台湾的国营 公营 或者是转投资的事业 都少有 令人满意的因应绩效 追究原因 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不少国营事业的董事长 总经理 尝试酬拥安排 甚至有些对业务不熟 以外行 领导内行 坐领甘心 失位素餐 也因为不能知人认识 公司领导 就变成米虫 变成 只会吃香喝辣 不能为国家来开言 所谓事在人为 许多事业的成效 就看领导者的忍耐 若是国营事业 能够引入 中小企业经营的热情 跟拼搏精神 启用行家 让人者管理 像本念同仁 郑保清委员 承认台原董事长 就成大展身手 让台原营运 迈向高峰 本席 严肃要求 各部会 要严格控管 所属的 国营事业公司 剔除 仇用性质的安排 并知人 任财 杜绝 外行 领导 以企业精灵精神 要求 董事长 总经理 负起 营运 绩效的责任 月积不佳 就换人 为国家来 开拓 裁员 新政府 新内阁 新人士 本席 希望 林前院长 能多费心 整事 国营事业公司 以良好的 开源业绩 引以来 支应 长照的开销 而非 以一位 征税 苦了人民 再次呼吁 用人 绝对 避免酬拥 以开源 而非以 征税来 支应长照 谢谢 陈委员 下一位 请王委员 惠美 发言时间 三分钟 书院长 林院长 及行政团队 以及 立院的同仁 台湾不仅 生育率逐年降低 新生儿性别的失衡 也日益严重 人口结构 出现了警讯 根据我们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 日前公布 最新国内 新生儿的性别比例 2015年 国内男女 新生儿比例 达到1.083 换言之 也就是说 每100名新生儿女婴 相对于108名新生儿的男婴 创下了近五年的一个新高 预估去年 至少减少了2272名的一个女婴 男女婴比例严重失衡 如果情况继续二化 不仅很多男性 可能娶不到老婆 还会衍生出 复杂的一个社会问题 国健署表示在自然的状况之下 婴儿出生时的性别男婴 会略高于女婴 正常范围婴 是落在1.02到1.06之间 最高不会超过1.06 然而我国数字显然长期 超过自然的范围 意味着有人为性别选择的一个介入 如出生数逐渐减少 偏好男婴就透过产前性别的检测 跟选择性的堕胎等因素 造成了这个严重性别比例的失衡 其中我们性别选择性的人工流产 在国际上更视为是性别歧视 与性别暴力 男女婴比例严重失衡 主要还是民众秉持着重男亲女 传宗接待的观念在作祟 许多人第一胎生了男孩 就挡住了不再生育 有些生到第二三胎 刻意想要生个男孩 甚至呢进行了性别的筛选 因此胎次月后的婴儿 男性的比率大幅的提高 男儿性别失衡问题 会直接影响到20年后的一个婚配环境 造成我们男性密群 我们本国籍的这个配偶的一个困难 也让本来就走低的生育率 及人口老化的问题 会是更加雪上加霜 本席认为国家要长远稳健的发展 人口的组成跟性别的平衡 要扮演重要的一个关键 长期存在于我国的男女 因应比率严重失衡的问题 已经对我国人口结构 社会安定形成了一个隐忧 要解决这样的人口危机 政府要鼓励生育 努力矫正国人偏差的性别歧视观念 并跟一界共同形成 强而有力的防线 协助担任民众教育者及守护者 加强稽查 二子不当筛减婴儿性别及人工流产的行为 将国内出生性别落差 拉回正常的比率 让我们男婴跟女婴都能够得到公平的一个出生机会 唯有安定的人口政策 才能建立一个和谐 幸福以及进步的一个社会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移民 发言时间三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本席要讲的题目是 面对血汗空服员 全面检视劳基法八十四条之一 本席昨天在汇环委员会 直询郭芳玉劳动部的部长的时候 要求郭部长身为主管机关 面对桃园空服员 公会举行罢工仪式 应该主动积极地介入协调 以维护劳工与民众的权益 然而身为地方主管机关的桃园市 桃园市政府却放弃行使强制的仲态权 使得桃园工服员工会 在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的凌晨 就开始罢工 成为航空界的首例罢工案 本席在这边表达非常的遗憾 因为市政府 桃园市政府 劳工局本来可以抢制仲裁 这个是在第一线就可以 协助劳资双方 来进行一些协调 但是郑文燦市长他放弃了 强制仲裁的机会 就让这个劳资双方根本没有机会来互相的 来针对这个罢工的事件 公时过场的问题来进行协调 而造成了我们蔡英文总统首次出访的消息 即被这个华航罢工所掩盖 而他的专机也变成全华航唯一能够起飞的台湾本土航班 闹了一个国际笑话 本席虽与蔡总统是分属不同的政党 但总统出访乃代表我国之国格 显然林权政府又再次有亏国人的期待 桃园空服员他们强调 这是空服员要争取合理的休息时间与劳工尊严的问题 也希望台湾能够告别长工时的过劳时代 我国自1984年订定劳机法以来 航空宴的特性无法抢求雇主与劳工精准的工时 要一体试用劳机法极有困难 应该透过相对应的充分休息制度 作为飞航状况长工时的补偿 本席认为华航的罢工事件 主管机关劳动部和交通部应该负起责任 劳动部更应该全面检视劳机法 也应当设计出符合我国劳工需求的 基本工时与工资的规范 当劳资无法达成合议时 可以作为劳资互动的一个规范 否则认令劳资对立冲突 所有的抗争的成本 是将由我们全民买单 相信非社会所期待社会之福 谢谢 谢谢陈委员 下一位我们请将委员启程 发言时间三分钟 主席各位行政长官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 总统府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 37个委员昨天召开第一次的会议 但是让人傻眼的是这个年金改革委员会 开会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决定怎么样表决 如何意识 而不是倾听各界的意见 让大家抒发心中所想的办法 这样子让我们不禁怀疑 年金改革如何走下去 连副总统都hold不住的一个会议 年金改革的未来在哪里 进一步来说 蔡英文总统为年金改革设下四大原则的目标 其中她说要为了社会调节 避免分化 缩小因职业别所产生的差距 但是我们却在第一天看到各个团体之间 基础性跟根本性的冲突跟矛盾 总统又说改革过程中 做到民主原则及资讯透明公开 但是我们透过网路直播看到的是 写实的民主原则 就是透过举手表决来决定一切 立法院举手表决就算了 年金改革要用举手表决来解决吗 更讽刺的是 总统府年金改革委员会当中 行政院跟主管机关的代表超过四分之一 年金问题千头万绪 但是行政部门之间 对年金改革的立场跟方案的统合 应该是行政院院会及跨部位小组来协议 年金改革会议当中 这些行政官员充其量是当成背询的角色 而不应该列为委员的其中之一 否则会出现代表性不足 或是自己跟自己在协商 甚至求援兼裁判的嫌疑 也成为行政部门的一个铁票 年金改革的问题讨论多年 社会大众对这个议题的急迫性也普遍存在 现在不改马上会后悔这样的话 大家都听多了也都知道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 应该在中立信任的基础上 进行平等的对话辩论协商 以调和社会的信赖利益还有公益 寻求最大的共识 而不是单纯的背书大头式的会议 形式意义的沟通 这种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改革的会议 只是图具形式 这种形式的举手表决 多数暴力 其实只会制造更多的对立 跟社会的冲突 这不是我们所热见的 所以年金改革需要的是寻求最大的共识 不要再制造对立 谢谢 谢谢江委员 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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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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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第15案 你请问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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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案 第1案 请问 第14条条 第4案 第1案 第1案 第4案 法院 第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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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 教育部 第1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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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案